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童话时光 今天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裴乐多彩尼的制作 看到我面前这个盒子 以及我旁边放出来的 已经组装起来的公主城堡了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公主的城堡 这一个彩尼制作 我们先来大致看一下 我们就是盒子上给我们展示的一个 就是制作完成之后的大体样子吧 这是城堡的另一面 然后公主啊,大的蛋糕啊 这个城堡的装饰等等 然后这一面也是城堡的另一面哦 对不对 又是城堡的另一面装饰 还有一些其他的装饰物 那既然我们的城堡已经 已经给组装好了 放在这里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赶紧来进入到制作的过程中吧 哇,现在我们马上就开始来进入到制作的过程中了 那进入制作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哪些东西是用我们一伙来制作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角吧 那主角就是这个公主 这个公主的裙子呢 这里还有两个是备用的 可以像这样子来换裙子哦 那这样是不是把公主的裙子就放起来就有不同的样子咯 那我先这样子 然后这里是城堡的一面 这个是公主的一个窗台 那穿台的下面还是一些模型模具 那我们一会製作一些事物的小装饰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嘛 好,另外一个就是城堡里面的球栏 这个城堡上面 对了,就是用这两个裙子的时候呢 可以把裙子放在上面 把彩泥填到里面之后压这个拱的球 就可以把那个彩泥给弄出来 就形成那个公主的裙子那个裙摆咯 制作这个高层蛋糕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放在上面 不要这个按压这个拱球 就可以把烙烛给按压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另外的一面 上面的一些衣鬼可能会用到的装饰物在里面也有 那下面我们先是来制作吧 首先我们先来给公主做个装扮吧 毕竟是我们的主角对不对 好了,我们先来给公主做个装扮吧 你看她的头上啊,手上啊,裙子上都还没有装饰品啊 我们赶紧的来吧 我们先来 pizza吧 谢谢大家 你说来吧 我们先来 Christmas GB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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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制作了一些小的物件 这些都是可以备用的 当然 就是这个城堡的墙面 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装饰的 我们今天因为重点讲的是 城堡里面的公主 这个城堡就暂时先 不给大家制作了 但是制作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可以利用这些彩泥来制作 就像图片上所展示的那样子 那我们今天暂时就先介绍到这里吧 小朋友们记得要订阅我们哦 拜拜 拜拜